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,疼起来要人命 牙疼真的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 每次牙疼的时候不仅吃不下饭 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被疼醒 牙疼到底有多疼,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大家都说人的蛀牙是被虫子吃空的 难道这是真的吗? 其实并不是,人的牙齿里并不会真的有虫子 因此蛀牙也不是被虫子给吃光的 蛀牙的形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清洁自己的牙齿 人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会不小心留下一些食物残渣在牙齿表面 这些残渣如果没有清理的话 慢慢的残渣就会成为细菌 最后分解产生酸性物质 这些酸性物质会吸附在你的牙齿上 慢慢的你的牙齿上的钙质就会被破坏 俗话说不及小瘤无以成江海 我们的牙齿也是这个道理 当你的牙齿长期的被酸性物质给破坏 那么你的牙齿到最后便会形成一个小洞 到那时候牙疼会随之而来 而蛀牙也正是因此形成的 所以说个人的牙齿清洁还是很必要的 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蛀牙呢 这次牙疼的时候你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本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有趣的视频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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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 好 好